踢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同學們在車站集合 排隊魚罐搭上遊覽車 他們都要回家投票 我要回到雲林投票 因為我在台北念書 第一次可以行使自己的投票 全覺得是一件滿有意義的事情 青年民主返鄉列車 在禮拜五下午正式發車 提供船班 飛機 還有巴士 給20到35歲之間的青年返鄉投票 今年總統大選 年滿20歲以上的手頭族 有102.8萬人 這群不可忽視的族群 全台43間大專院校大串聯 總共發出52條路線 讓破千名的青年遊子們 以更便宜的價格 輕鬆返鄉投票 所以在調查過之後 現在基本上所有的路線 大概只有九成的完售 跟就是百分之百 已經售罄的狀況 所以其實各地都滿熱門的 我覺得投票很重要 然後再來是我關注的議題 可能偏向心理健康 然後兒哨權益這些 所以也想用選票來給 就是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支持 從十二號下午開始 南下中長途的車次 幾乎斑斑克滿 選舉輸運的四天期間 台鐵對號列車 總共售出31.4萬張車票 全線對號列車 平均售票率大約百分之五十二 高鐵也賣出42.4萬張車票 相比四年前的總統大選更多 早一點回去會比較OK一點 如果等到下午應該人蠻多的 青年手頭足站出來 搭上返鄉列車 要投下手中的第一票 歡迎新聞城市 熊丑子林 台北報的 總統大選誰當家 台灣情勢牽一髮動全球 懷疑全世界1月13號晚間9點 現場live及時分析 大小兩岸的選後新格局